独家安迪李爱持续昏迷主唱而播创作曲《盼复苏醒》。 罹患失道癌三期的艺人安迪昨天凌晨突然在家昏倒,送医后住进家户病房,但至今仍昏迷中,目前有老婆安娥在医院陪伴苹果金城直击,安娥头发略乱,与好友一起探视安迪,但见到媒体则表示心情很乱,拒绝受访。 安迪老婆安娥在家户中心陪伴安迪,期间还打电话给Gi是乐团主唱儿子林志荣,希望他带自己的音乐播放给安迪听,为安迪打气,希望他早点醒过来,但看到媒体,他则憔悴表示不受访,也未提安迪昏迷原因,只是默默在医院守候安迪。 根据知情人士表示,安迪应该是在昨凌晨4点,被老婆发现昏倒在地,赶紧送到医院,目前得知他已经弃切,但家属与好友依然希望奇迹出现,好友也盼望安迪醒过来,若安迪有需要,会是时伸出援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